孟婆湯是真的嗎? 真的 它是煮出來的不是真的 這個好好笑 那那個孟婆 她就真的是阿婆嗎? 她是個化身 就是她一個化的年輕 也可以就是個化身 因為在人世間的觀念 阿婆比較適合擔任這個角色 所以她才會化身老老的樣子 可是她本身很年輕 應該說沒有歲數 對,就是一個化身 一個意思、一個含義而已 她那個不叫解釋 也沒有什麼正確答案 她就是一個 你能夠理解這件事就這樣 然後喝了之後會失去 講一個道理給你們聽好了 人能理解事情 跟人要去追求答案 拿一個比較快樂 理解事情 對啊 因為理解事情就 她是會享受在當下 她就會,喔我懂了 對啊 所以要當一個理解事情的人 而不是去當一個找答案的人 好不好 喔 還有道理喔 那有人會選擇過喝孟婆湯嗎? 會 還是會 對 嗯 要喝孟婆湯就可以投胎 所以 就是我們 假裝我們 就是都變成人了 代表我們都有喝過孟婆湯 嗯 能死之後會馬上下地圍嗎? 要 要聽嗎? 蛤? 要 假使你的良壽 良壽有七十 嗯 你在三十四歲的時候走掉了 嗯 你會在人間遊蕩到七十的時候 會有一個叫鬼差 嗯 他會來找你 他來找的時候會跟你說 你的時間已到 你要跟我去 就是去做 還是要往天堂走 往地獄走 還是繼續輪回 喔 反正就是街移米頭的 那如果 他今天講完之後 你不跟他走 那個牛到旁邊就出現了 讓他去抓人 去抓他嗎? 嗯 不想走的人 對啊 蛤? 所以是可以選擇的 選擇什麼 就是選擇你要上天堂還是下地圍 當然是不行的 要看你這輩子做什麼事啊 那死人死掉之後 然後養獸到了之後 他就會先帶你去 那種地圍嗎 你該去的地方 對對對地圍 就是看你就是這一整身 那個應該不叫地圍 就像你們講的一個招待式 就是 他就是一個真社會那邊 忙您結束之後 先去那邊報到 然後就去做分拔 做分拔 對啊 很像工作 不是 你們這樣子理解 是因為你們現在活在人之前 我講這樣子你們比較好理解 他就是會有點像那樣 你很認真的 人走的時候 你只要變成靈魂 你會知道很多世代的事情 那麼人 你會知道 人生idad 你屬於是 的 是